第九百六十七集 在一瞬间 天地间到处都是光滑 连天上的太阳都被淹没了 像是有无数的星辰陨落 撞击向大地 一片惨叫声响起 王家的人全淹没在里面 没有一人逃出来 西坝城内 众人从骨头里向外冒寒气 这种力道太可怕了 根本无法抗衡 圣主进去 都要被神光洞穿成骰子 古老的城墙 道文浮现 化成一片霞光 阻挡这股暴虐的力量侵袭 不然将会受到灾难性的冲击 一刹那的爆发 力量如汪洋 炼坏一切有形的生灵 十几位太上长老 当场就化成了灰行神俱灭 当一切消失 只剩下两位大能 还有王冲浑身破破烂烂 几乎散架了 两位大能是凭实力活下来的 王冲则是靠各种秘宝阻挡 毁掉一身的神物后 才留下一条命 你 你 王成风气得不断吐血 原本一切尽在掌握中 可是最后关头 却被伤得如此惨 另一位大能 亮枪着 想要冲天而起 逃离此地 打着是砰的一声 叶凡一巴掌 就给拍了下来 被活活的震成了肉酱 一身法力进去 也想逃走 叶凡嘴角挂着一丝冷漠的笑容 向前走去 地上 银色鳞片闪动 一个太古生灵也未死 挣扎着从烟尘中爬了起来 叶凡一指头点了过去 一下子将其眉心洞穿了 而后 金色的巴掌盖下 将其打得只剩下了一滩血 别过来 王冲浑身寒毛倒数 变故事如此的突然 让他心中充满了恐惧 你不是要踩死我吗 嗯 过来吧 叶凡向他招手 叶凡 王滕的亲叔叔咬牙 摇晃着站了起来 二户一声大吼 燃烧生命之能 强行的提升战力 砰的一声 叶凡施展出 法相神通 刹那变大 抬起一只金色的大脚 用力剁了下去 王成风口吐鲜血 被一只大脚踏在地上 难以震动 浑身骨断金蛇 想拿我炼药 今天 我先炼了你 叶凡 一脚用力一碾 跟彩臭虫一样 将王滕的叔叔 踏入了泥土中 一身法力 尽被毁掉 我只要王滕 会回来杀你的 王成风气急败坏 不断的咳血 我等他 叶凡用力一年 一代强者四分五裂 终于是死于非命 王冲 惊叫了一声 叔叔 快速倒退 腾越而起 叶凡身体变小 化成了正常的样子 从天而降 一脚将其踏了下来 砰的一声 踩在地上 你这年龄段 已经这么狠了 屡次惹我 不杀你 老天都不容 叶凡一脚踢出 王冲瞬间翻滚了出去 他大叫着 不要杀我 浑身都在颤抖 体弱筛康 一下子 跪在了地上 咚咚的叩手 你哥哥号称北地 你却跪在这里 让他情和一看 将他的脸都丢光了 我还是送你上路吧 叶凡一直点出 王冲的眉心 绽放出一朵血花 大叫了一声 阳天栽倒了下去 这一次 没有任何变故发生 北地送他的种种 保命法宝 都毁在了刚才的 剧烈光芒中 被磨灭掉了 啊 王冲的弟弟被杀了 北地的亲叔叔 被叶凡给斩了 消息跟斩了翅膀 一样传了出去 飞向四面八方 震动中周 惊动了很多大势力 这一次 北地与圣体 不死不休了 这个仇结大了 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 想到了日后的 种种大战 这两人 必有一场大决战 唯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遥远的东荒 一处在人族看来 大凶大恶的绝地中 一个洞府内 神圆块闪烁 风有诸多太古生灵 在一座开阔的 古老洞府中 北地与一个 太古王族年轻人对坐 这里充满了 太古的气息 一切都是如此的神秘 突然 王滕惊地站起来 他身上的一块玉 碎掉了 他知道自己的弟弟死了 发生了什么 那年轻的太古王族问道 有人杀了我弟弟 王滕手指接都钻得发白了 神色吓人 双目中射出数米长的神盲 跟利剑一样 洞穿了石壁 什么人这么大胆 我派几个人去杀了他 就是一教之主 他的头颅也保不住 这个太古王族 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他一定是他 身体也烦 我必斩你 王滕话语低沉 但却铿锵有力 如一座金钟在轰鸣 人族的圣体 不弱于斗战圣元一族的体质 这样的人一旦大成 连太古王都要忌惮呢 无论是何种体质 都不过是活人与死人的区别 他只是我眼中的一块磨刀石 活不成了 王滕眼中光芒吓人 但是却很快地冷静了下来 没有了一丝的怒气 你们的祖王什么时候苏醒 这才是最关键的 很难说 也许在近期 也许还要数年之久 年轻的太古王族 清磋了一杯酒 慢慢等待吧 忽然 朱语叮咚声传来 一个婀娜的身影 走进洞府 蓝色长发齐腰 身段绝美 几肤如羊之羽 极其的美丽 弟弟 祖王醒了 要你带着这个人族修者 去相见 此女很是惊艳 与人族一般无二 没有古生物的特征 年轻的太古王族 神色正重了起来 不敢再随意 哦 祖上复苏了 被帝腾得战骑 眸子望向鼓动 座椅深处 那里一片幽暗 深不可测 隐约间 有一股让人颤力的气息弥漫 强大如他的浑身 寒毛倒数 走吧 年轻的太古王族 挡先向前走去 如此甚好 我想见你们的祖王 晋无使大地作画的古黄山 一块神源 刻有百万符文 将两位大能都给废掉了 西坝城外满木窗移 一片破败 大地下沉数十丈深 战长只留下一些血迹 其他都不复存在了 王家的人站在这片废地久久未雨 这已经是三天后了 赶来时早已晚了 姓叶的小辈 赶在我王家头上动土 杀我族大能 湛王族嫡系子弟 全天下都没有容身之地 一声大吼 响彻西坝城 这一次风波很大 叶凡宰了王腾的弟弟王冲 杀了他亲叔叔王成风 可谓不共戴天之仇 圣提可真敢出手啊 连北地的两个至亲的人都给斩了 他就不怕将天给捅破了吗 王腾得乱古大帝的传承 有惊世的大气域 连神算子都说将来可能会正道成帝 而今没有几人敢惹 一些不朽的传承都要与之联姻 各方的教主都要对王腾忌惮三分 叶凡太干脆了 直接宰了他两个亲人 这个仇无解了 而今几乎没有人愿意王腾为敌 因为他已经成了气候 根本无法袭杀了 恐怕也唯有一个叶凡无所忌惮 将来正道成帝的路上 免不了京市的血流大战 也不知道谁能胜出 踏着朱王的尸骨前进 唯一正道 大势来临 朱王摒起 群星璀璨 但到头来终究是一个人的辉煌 其他人若是不退让 都要扶持其脚下